大家在生活里面经常会遇到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,嘴巴发苦就是其中之一。 在平时的生活中,嘴巴发苦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特别痛苦的事情,因为嘴巴发苦意味着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吃进去的东西都是苦味,而没有本来的味道。 许多人都不太注意自己嘴巴发苦的,这种情况都认为过几天就会好。 但其实嘴巴发苦这种情,况也是自己身体某一些部位不正常的反应。 那么大家知道嘴巴发苦,是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? 一、口腔问题嘴巴发苦人们,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自己口腔的问题。 确实,嘴巴发苦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问题。 有时候当自己吃了一些东西,这种东西对自己口腔的伤害比较大,时间慢慢累积起来,自己嘴巴就会有一种苦的味道。 有时候如果自己已经很,就没有刷牙或者是清理口腔了,嘴巴也会有发苦的情况出现。 有一些病人在昏迷之后,醒来也会出现嘴巴发苦的情况。 不过这种情况是正常的,只要自己多多调节一下,注意自己口腔的卫生,嘴巴发苦的情况就会缓解许多。 二、肠胃问题口腔跟肠胃是连在一起的。 如果肠胃出现了问题,那么首先应该反应在自己的口腔上面。 如果自己的肠胃出现了一些消化不良,或者是不正常的一些情况的话,嘴巴也会有发苦的情况出现。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了,尽量让自己的肠胃变好,也应该需要去医院进行检查。 看一下自己的肠胃到底有没有问题,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自己得了肠胃炎,或者是之类的疾病嘴巴也会有发苦的情况出现。 三、肾脏问题许多人出现嘴发发苦的情况都不会想到肾脏的问题,并且许多人也会忽略自己的肾脏功能等情况。 但其实嘴巴发苦肾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,原体的肾脏起到许多功能。 如果自己的肾脏功能不好的话,那么其中一个症状也是嘴巴发苦。 出现了嘴巴发苦的情况,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,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,然后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治疗。 平时的时候也应该有医,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,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。 这样对治疗嘴巴发苦的情况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。